高雄市空手道的年度盛会市长杯空手道锦标赛 26号上午登场 共有来自全市数百多位空手道好手参加比赛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近年来高雄的空手道成绩是进步许多 但是裁员却经常是捉襟见肘的 因此就期盼社会各界能够多多支持空手道运动 力挺选手争取更多国际大赛的奖牌 107年高雄市市长杯空手道锦标赛 26号在小岗社教馆登场 今年共有来自全市数百人次参赛 开幕战特别安排个人组对打 场面精彩 高雄市今年来空手道成绩突飞猛进 今年全中运不论国高中选手表现都相当优异 打破历年来的记录 市议员除了肯定选手努力之外 也期待在地企业大力支持推广空手道运动 只差了5000块的一个机票费 我觉得我们的选手就无法成行 那时候其实深深的感动了我 我觉得就算我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也呼吁各界的愿意支持 体育永续发展的这些热心的企业 来帮助这一群空手道的选手 我们今年全国中远学校运动会的话 从高中组拿了二金二银一桶 然后国中组的话也是拿到二金三银 在以往比起来的话 我们这次成绩是进步很多 空手道确定2020年东京奥运列入正式比赛 中华民国空手道协会也培训国手 希望争取到奥运参赛权 由于高雄空手道成绩与日俱进 部分教练选手都很有信心 选手有时候会受伤 或者是支援的部分会不足 那本身选手他们又很努力 那整个高雄市的工作团队都很优秀 然后都会一起去帮忙 那其实每一战我们把它当过最后一赛再打 所以都是会全力以赢度去比赛这样子 把平常该有练出来就打出来这样 然后发就是发挥出最好的状况 想要跟国外的选手比比看 日本的选手 今年全中运锦标赛 高雄市小港国中 凤林国中以及小港高中等空手道重点培训学校 都有不错的成绩 主办单位除了颁奖表扬之外 也期许明年高雄举办全中运 选手们也能够再接再厉 争取更多的奖牌 港都新闻张盛民王思武采访报导